生生佛号 句句感恩 见证八位无欲两师心愿圆满的时刻 置不住的泪水 是思念 也是祝福 慈祭志工邱敬坤乐于付出 在各个领域都有他用于承担的身影 癌末住院治疗时 捐赠全新的电子琴给心联病房 希望苦痛中的人都能和他一样感受到温暖 他会在此记录上生生世世 他会坚定他的道心 会跟着上人的脚步在行菩萨道 虽然说他人是离开了 可是他的精神都是在我们的心中 与黄林之老师处艺高超 他常说有福报才能帮助别人 号召许多婆婆妈妈加入此记 一起用香机推广蔬食 这是妈妈的心愿 农上路上人一开始说 推行这种大体捐赠的时候 他就一开始就响应了 所以他那个大体捐赠卡编号非常前面 四天的课程中 学员要在人体上学习临床技巧 精进术识 让我们学生真的在这次的教导当中 容许他们稍微的犯错 但是我相信 我也保证 我们这些老师会手把手的教他们 让他们以后不要在佛菩萨身上犯错 吴玉良师的慈悲大爱 成就了医学的专业 未来能救治更多病苦 待新闻黄瑞娟中江波花莲报导